整件事都是按一个按键的市 绝对满足期货新手 极速 来到中环财经年视星期一的时间 又是King Son 我是莲敬咸的 King Son 早上 今天的市场是在上星期 我们连省了四天 星期五回回少少 今天虽然低开73点 但很快已经调头回升了 是否我们是观望G20前 市场都升下跌下 是没有太大的方向呢 绝对是 股市经过上星期初的时间 急升到重要阻力线的位置 50天線及100天線 近24,500點這個位置 好像阻力都頗大 還有少許行人止步走勢 連續第三天 在28,500的關口 或者是這兩條線之間上上落落 有個觀望的氣氛 會相當之濃厚 等到星期四星期五的話 兩國元首才有機會見面 到時才會有進一步的消息出來 當然在過去週末期間 甚至乎預期未來那幾天 特朗普也會不斷有話說 不斷為今次的峰會 他自己當然希望有些早勢 或者給予一些壓力 希望在峰會時 會令到國家主席方面 會有所踏成某一些讓步 但上個星期也看到 繼續說到有些國家是謀注 或者曾經對於美國那邊 賺了很多錢 賺了很多好處 又是說這些話 但是中方那邊 也繼續是比較強硬的回應 跟以往一樣 就算我相信這次特朗普 如何事前會有些希望 撕到一些壓力 但是中方來看的話 一定說到明是不會放軟的 現在這次看的話 即是角力方面看的話 是很好看的 未來過一個星期 大家在股市上 看看兩個角力 其實會比股市的上落更加精彩 預期的股市的變化 會是相當小的 即是有可能落到炒股不炒市 你可以這樣說 整體股市的波幅來看的話 會是比較低一點 除非突然間出現了市變 如果不是的話 純粹只不過兩個國家的一些 即是口水戰的話 沒有關同樣的股市來看的話 亦不會有個明確的方向 大家就純粹看著某些股票 是的 今早早市市低開之後 低位已經去到28,358點 是今早早以來的低位 之後就反覆回升 現在大概到升四五十點左右 做到28,521點 可以有什麼股份 值得大家看看 不如先看看差的好嗎 上個星期有一隻公佈業績之後 已經好像喝了不乾淨的奶桃 維他奶桃 今日未跌完 連100天線都失手 咦 這裡桃微沒有100天線 我們先加回100天線 今天就再… 等一下 沒錯 繼續跌 再跌 我們調什麼線不要要 調20天線不要要 100天線 再跌 今天就失手了100天線 連續三支很長的陰燭出現了 上個星期就覺得它那個業績 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業務部分 大家就覺得它不收貨 大家不收它貨 今天再跌多5% 其實之前很多人就覺得是避險 或者充氣的內地業務 買了維他奶 先幫他們問一下好嗎 現在就跌整5%了 應該怎麼辦呢 好沒有止蝕呢 看著我現在都還在數著 到底多少支音速出來了 1 2 3 4 5 6 7 第七支音速出來了 即是說高開低收 連續第七日了現在 當然現在100天線這個位置 都再失手的話 下面的話 要支持的位置的話 可能降到落回30元左右的 大概是250天線的位置 已經31元了 250天線 即是公佈了業績之後 很多大行都覺得 他們的業績比預期差 就拿回回證的報告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上個星期五 都已經出了一個報告 講到說 維他奶的盈利 6.96億元的話 比公司的預期低了4% 所以就是目標價 是由42元 下調到40元 現在40元都不保 已經落到36.35元 都已經是 維持持有一個評級 就說 香港業務的收入 是有所改善 扭轉了去年的跌勢 同時也維持了64%的派息比率 雖然其資本開支較高 但凝反應其較強的資本 和財務管理 接下來說到 維他奶將會有較低收入的增長 這是體淡的原因 以及較高的營運成本 所以就將2020和2021年的盈利那方面 下調了分別是7%和9% 中國業務持續保持增長 但是盈利會受到投資所影響 例如建立品牌 資產 以及設備 以及架構等 即是說 整體的業績 大家都不太收貨 比較擔心 未來的營運成本 會有機會提升 雖然大家先前一直炒作 中國的增長很強勁 的確中國的增長方面 也有一個挺高的增長 相比於其他國家來計算 但是 都令到這些分析員 或者這些大巷 和他們自己的目標 好像都還有一個距離在這裏 所以 紛紛調低了它的評級 而令到股價公佈了業績之後 連續三天都算是大跌 今天已經有成 再有6%的跌幅在這裏 如果真的拿了投資者來看 我覺得 與其在等它跌到 250天線 30元31元 不如先沽了它 明白 因為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見底 所以大巷都要暢淡 所以阿慶神見點 如果拿了維他奶 不如及早離場 就比較發算 可能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維他奶 稍後再考慮一下 會否說有些利好翻譯的消息 才再算 另外我們看看加熱股做的問題 有Daniel在 早晨 Helen在 另外這位朋友問到883 已經進入了 因為上星期油價升得很厲害 油股其實也不錯 這位朋友13.14元 買了一隻中海油 還有少許錢責 但是油價 你知道上星期因為地緣政局的緊張影響 現在就好像沒有影響 那會否說油價的反彈 已經可能暫時那段落的油股 可能要走回客行通道呢 會的 上星期四星期五油價急升 原因就是大家知道 伊朗發射了飛彈 擊落了美國的無人機 到底這個無人機在國際水域 還是伊朗領空的話 就是不得而知的 各有各的說法 美國總統來看的話 曾經一度打算 會還擊伊朗的 最後一刻就叫停了 我想他都有很多盤算 他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一來就要很強硬地 繼續實施大美國主義的身段 那個手法 就要控制伊朗 甚至乎要打敗伊朗 但是大家也知道 伊朗有一定的優勢 除了原油那方面的供應來看的話 相當之充足之餘的話 他在地理的環境之下 福爾木之海峽那邊 也有很多運油輪那邊是運油的 如果真的跟伊朗開戰的話 那些油輪那方面 經過那邊的話 全部一定是租央的 一租央的話 會怎樣的話 油價一定會升的 大家也知道 美國現在特朗普 是最不想見到甚麼呢 就是看到那個通脹上升的嘛 那如果你真的油價又升回 上去七十幾八十這些位置的話 那一定油價上升的 那你怎樣逼迫 令到就是 就是巴威爾是減息呢 那所以就就是 他希望巴威爾減息的話 沒有推高通脹的話 他也都不敢 就萬貿然 就是攻擊伊朗 而令到油價不斷上升的 那就是很奇妙的 那個關係在那裡的話 所以預期油價真的不會說 就像去年 或者年初那時候的時段 就一直就飆升了上去 那麽高的位置 那所以就就對於 中海游來這隻股票來看的話 短線稍為比較看好一點 因爲它也是升回上去 就是五十天線到二十天線 最高一個阻力的位置 大概十三個二毫四這些位置 突破了之後 你現在一直都站在那裡 那但是你說 會不會再進一步上升 油價會不會再急升的話 暫時 未有行動之前的話 美國未有行動之前的話 或者是伊朗未有新的行動之前的話 油價未必一定會 可以進一步推高著的 那所以就就是 股價就不會短線 會是大升著的 除非你等局勢繼續緊張 那就是 隨時會是兩方面 衝突會增加 那你搏這件事的話 你可以繼續拿著的 那當然拿一個 指站位置 那就是 現在五十天和一百天線 都是十三個二毫四 跌穿了十三個二這個位置的話 就先沽了 如果不是的話 都可以繼續拿著 看看它去到什麽位的話 高位才會沽了 好 繼續拿著先 那說到油價 現在有可能也要看電源證局的影響 那些金價真厲害 上到1400美元的樓上 其實一來就未必是受惠於電源證局的緊張 其實就主要是受惠於美國的減息的憧憬 因為大家都是不懂得收的話 可能反而就買些金 那這位朋友呢 除了說上星期買了八百三之外 他也買了二百四零 其實二百四零上星期是破頂的 那今早早就繼續上 今早早開始是一千零二十元 我記得是嗎 不是一千零四十元 一千零四十元 今早開始是一千零四十元 現在都是在高位 那你的朋友是一千零二十九元 今早就買了一隻零四零 好了 你覺得油價還可以拿著八百三 那金價又怎看呢 它會不會繼續破頂呢 有機會的 金價來看的話 亦都是短線一個 好像是挺吸引的投資工具 最主要是甚麼呢 美元下跌 見到美元來看的話 應該由九七這個 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或者一個挺好的支持位置 跌穿了 現在落到九十六這些位置 當美元的資產那方面 就是受到拋售的話 原因當然大家預期 七月份有一個很大機會會減息 那資金來看的話 亦都是 除了油之外 就去了避險的資產 其中 黃金一定是一個避險的資產 所以見到黃金的價錢來看的話 都一直破高位 除此之外 除了黃金之外 當然你見到的話 日圓那邊 也是一個避險的貨幣 其實都是一直上升的 五大加去日本的話 已經要洗貴了 這兩個避險的投資工具 它都繼續受到支持 所以與其黃金來看的話 價錢都可以繼續上升 除非你見到 美元開始轉強 否則的話 金價可能會有機會再進一步上升 那繼續拿著吧 沒錯 可以繼續拿著 好 我們見到Spyder 今天升了1.5% 延續上星期的升勢 至於2.899 看看 今早暫時沒有怎樣 今早曾經去過3.3 之後回軟 另外上星期 整個星期都升得不錯 招金再升3% 樓上去到8.7 有位朋友 Girl問3.8 3.8 3.8 上星期同樣都算是市的 其中是贏家 但它裂口高開之後 曾經的3日就不太動 今天其實都升勢 不算很大 跟市差不多 升8毫至277元 其實憧憬後面的因素 就是阿里巴巴來香港 第二上市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如果阿里巴巴成功的話 可能會帶到一大堆憧憬 一大堆的中概股 來香港掛牌 那港交所是否這個時間 它在橫行中 是一個買入的時機呢 我自己就覺得 它的股值比較高 已經是 由低位240多元 這些位置升到上270多元 沒有忘記的市場看的話 都未上升到3萬點 但是港交所的股價來看 已經很接近 就是它4月份的高位 280元 286元 都已經是相當之靠近的 我自己覺得已經完全反映了 就是阿里巴巴或甚至其他中概股 來香港上市的利好因素 但是我就覺得市場 會不會太樂觀了一點呢 當然阿里巴巴有一定的好照力 如果真的來香港上市的話 集資規模也有過千億 一定會為港交所帶來一定的上市費用 甚至乎如果真的其他中概股都過來的話 當然會令到上市費用明顯地增加 問題就是香港的市場 可不可以容納到這麼多的這些股份 大型的招股上市 大家一直都是看得這麼好 如果股市好的話 就當然是好 大把資金進來的話 如果現在甚至乎每天的成家 有成千多二千億的話 這些股來的話 就一定可以吃得散 但是現在不是 還在一個紅市之中的話 你看它 未來下半年會有幾千億的 不要說幾千億 阿里巴巴千多億 其他比較小的上市的話 就只有二千億以上的集資 香港容不容納到這麼多的新股 在香港這邊上市呢 想過得來的話 當然是好 但是根本容不容納到 以及真的照顧那時候的反應會怎樣呢 大家市場上是否真的這麼有信心 對於這些股票 以及對於股市這麼有信心 是擺下去呢 你看到今年的新股的情況又怎樣 去年的新股的情況又怎樣 大部分都其實是輸錢的 當然也都有個別的股份 有些炒作 甚至乎有些生物科技的股份來看的話 有一個挺好的表現 但是這些都是比較雜資規模比較小一點 都是說幾億、十幾億 甚至乎如果真的比較大一點的話 都是說一百億之內的 你現在說10倍以上的 阿里巴巴過千億的 甚至乎其他中概股的話 都說幾百億的 你來香港上市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如果股市下半年來看的話 跌到了255 甚至乎再穿上一次的低位24540的話 投資氣氛轉差的話 他們會不會是這麼短期過來呢 當然你說今年不來的話就明年了 明年不來就是後年了 那為甚麼現在要先調查它 所以現在來算的話 基本上已經是反映了 超前了這些利好因素已經是 所以基本上我不覺得它的股價 就進一步的上升 大幅上升的空間不是那麼多 比它厲害的話 去到4月份的高位286 10元左右 最多都是3、4%左右的升幅在這裏 好 那就不是1299了 上個星期大家在想著 它會不會想回去 上到去高位的 高位的 但是做紅底股的機會又怎樣呢 今天都是跟著市回回一點點 又不是說回得多的 那這位朋友就想問 在甚麼位置可以入 沒有那麼快住了 那就是你認為中美那邊 就真的可以有一個 好好的、樂觀的結果出來 好的結果出來的話 到時股市才有一個機會 就升上去高位的位置 我自己預期看 只有3成的機會 會是一個相當好的結果出來的 5成的機會是一個 比較中或者差的結果出來 甚至乎2成的機會 是大家喊著膠離開那一隻 會更加差的 即是說真是令到股市 有個機會 升破了29000這些位置的機會 我自己覺得只不過只有3成的 所以就是這隻股票 比如看過友邦 你說港交所升到上去 4月份的高位 都有憧憬阿里巴巴的因素 但是這隻友邦 是完全沒有原因的情況之下 升到去4月份 或者5月初的時候的高位 它憑甚麼呢 你說它穩陣一點的股票 可以的 但是都不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它可以升到這麼高的 由75元或者 或者由最低位置 它說的是72.5元 現在升到上去82.5元 升了10元 它有甚麼特別好的消息呢 我真是暫時看不到的 它最高歷史的位置的話 計算是扣減息的話 即派息的話83.8元 現在82.7元 即是還差大概1元左右 已經是創新高了 它憑甚麼呢 所以來看的話 我不覺得現在這個位置 是值得大家去再買這隻股票 等它下去 下低位的話 我自己預期希望 下跌到75元左右 這些位置 76元的話會比較安全 那我有沒有記錯 這是不是你的五寶資金 是的 沒錯 是的 但是我覺得你是可以買 當你真的去到那個股票 是去到一個 是很超賣的情況之下的話 是不理性地被拋售之後的話 那五寶才可以買的 現在這個位置的話 就真的我不覺得 是一個值得大家去買的股票 好 記住了 另外還有一隻股份 就值178元 上個星期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宗疑案來的 他在星期四中公佈業績之後 就突然爆升 不知是升1.9% 那我其實就覺得很丟臉 不明白為什麼那份業績 會令到大家有很多的憧憬 那明明是很差的 特別是同店銷售 然後星期五就打回原形了 今天就再跌2% 亦都是應該失手了 星期四升上來的低位 那現在就去到50天線了 今天跌了2.6% 去到2.9% 那這位朋友看看他的問題是甚麼 他的問題是他只這樣看一隻178元 我看到有些朋友也提過一隻178元 就是他的息又高 上個星期曾經有狂息 會不會也要考慮一下 買不買一隻178元 沙沙呢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樣的 尤其是周五公佈業績那些公司 來看的話 股價真的會跳得挺快的 因為大家真的未適應到 或者未分析到 到底他的業績的情況 那個細節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你炒錯了 會的 甚至乎有很多股票來看的話 那個業績來看的話 好像不是那麼好 或者在說業績其實是挺好的 但是那天下午的話 股價會是急跌下來的 但是大家看清楚之後的話 第二天會是升突的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不需要那麼驚奇的 現在看到的話 事實上真的是差的 所以呢 星期四升完之後 星期五已經是全部跌回升幅 之餘的話 今天就已經是又再跌突了 那今天來看的話 都可以站到219這些位置 10天210天線這些位置 暫時看到218這些位置 那就是他想問是問什麼 他沒有啊 沒有問題的 178就這樣 那 那就算吧 就不要搞他了 那算吧 都是看淡的 即是銅電銷售利下跌了15% 香港經濟沒有任何政治事件之下的話 經濟增長都已經是下滑的 是 那現在仍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的話 你說 那個香港的經濟會是怎樣的 一定是不好的 那如果不好的話 那這些零售來看的話 就應該影響是最大的 是的 不要誤信經濟差 女人都要化妝一下 其實可能會省了一些 買的便宜一些 我其實幾次去SASA都覺得是拍烏鷹的 即是 即是 售貨員是多於客人的 一時 整天都是的 不過星期六日會不會好一點 會不會好一點 星期六日我很少逛街 真的不知道 那這個SASA就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本身對於網上的零售商 會比較覺得是值得有一些日價 那些網下的實體點 我就一般比 那你如果買化妝品的話 你真的去SASA、卓宇那些 還是網上購買? 我現在水深沙沙都是買一些很便宜的 10元、8元的東西 即是那些Puff那些 即貴一點我去專門店 即是粉底 但正常不會在網上購買 網上購買 如果是一些網上的自己專門店都會 網上的專門店 即是不是水貨那些 即是我就比較那些有些信心 即是網上專門店 即譬如Lanage的網上店我就會買 那它是自己公司寄來 就不是中間沒有水貨 那如果比起專門店價錢 即是便宜一點 它有時有些推廣 那些 所以你想想這些生意很難做 大牌子那些的話會好些 一定會有幫襯開的話 也會繼續買 不過是我自己的 可能 不只是你的 你代表所有女性 這樣就代表不到 好 我們看看另一隻Bitcoin 今天又破頂 Bitcoin服務 18.24元 那位朋友 John未有貨的 多少錢可以入 嗯 OK 折連破頂 很明顯 一定有人在幕後 有人在炒這隻股票 相比於其他的話 其他的話 不是說沒有升 但沒有它升得那麼離譜 不斷的創新高 其他那些來看的話 都在說 還沒有去到上市的高位 現在都在升 但是這隻來看的話 就不斷的創新高 如果你說沒有後面有人炒的話 找鬼信嗎 那你就炒到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還值得去買的話 我不敢叫你不買住 嗯 就是如果好像剛才說到 388 1299 的話 我有信心叫你不要買住 嗯 因為這些真的看基本因素 真的不是說 真的很吸引著 而升到去 但是這些看的話 沒有基本因素 剛才都說到 幕後一定有人炒這隻股票的 嗯 所以一直這樣升到這些位置 你怎麼知道 那些幕後人士 什麼時候會收手 是 不收手之前的話 就一直這樣升 你說個兩人會不會去到20元 沒有人敢說不會的 嗯 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心態 如果你真的要賭博 就是賭博 不是看基本因素 賭博的話 你就賭博進去試一下 我只可以這樣說 好 明白了 這就是碧桂園 今天又再破頂了 另外有一隻股份 7500 大家都很想知道 因為這個月以來 6月不算很絕 其實5月看到市場那麼差的時候 也有些朋友 就是買了一些反方向的一些產品 譬如說這隻7500 就是恆指反方向逆市兩倍的產品 去到這個地步 那怎麼辦呢 因為朋友有7.47元入 但是聽說Kingson你的口吻 似乎對後市都比較保守一點 那他應不應該繼續持續 我星期五幫公司都買了少少 在6.5元 這些位置 在星期五看 最低應該是去過6.45元 還是6.46元 看來是6.46元 那就是 不是說很高價錢買 那現在這些位置 其實今天都在這個範圍上上落落 一毛錢之間上落 比較牛皮的這幾天 正如和大市一樣 去到28,500元的話 不是很動 那我自己覺得你可以建倉的 那你就是落到低位 6.46元這些位置的話 你不妨就是可以試一下 是入一入的 那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預博它 那就是G20峰會的話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好的消息 甚至乎不歡而散的話 那股市會出現大跌的 那到時你就可以 有一個豐富的收入 就是盈利 正如剛才所說的 只有30%的話 會變成一個很好的結果 令到股市 可以突破到29,000點 所以我覺得 你買這隻的話 是6.5元以下 贏面是挺高的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買的 當然你不需要買太多的 那如果真的到時 當然跟你說 還有幾天的時間 那如果你買這些東西看的話 其實幾比技 就是既長渣 最好就是即日 即日買這些是好的 但是即日的話 如果買這些的話 除非你真的買得很多 拿50萬 100萬千就買 如果你拿10萬 100萬來買這隻的話 你真的 一天的波幅來看的話 一毫子的話 就真的相當之小的 波幅 1%左右都沒有 你賺的盈利 基本上就不是那麼高的 所以 如果你是可以等的 不如真的等到 星期四、星期五 更加明朗化之下 到時司馬 到時可能 波幅會有機會 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拿到即日的 賺取它的差價在這裡 所以不需要那麼急買 當然你也可以 倉底貨 可以拿一些 6.46 這些位置可以試試 即是它如果買了的話 就先拿著 短線 短線拿 未買的就沒有拿著 未買的話 可以等到星期四、星期五到時才買 好 3、4 Shirley 我回答你了 因為剛才Kason說了很久的3、4 如果未看的話 可以稍後看錄播 另外 碧果兒服務 6098 Fianne也是 剛才Kason也詳細解釋過 另外152 有個朋友問這152 少點回答 深圳國際 很多年之前 曾經熱炒過 二十多年前 現在都很拘捕 跑洋市 升了百分之二 這些有些大灣區概念 是 是的 那這位朋友 先看看 他就是14.4買了 嗯 有奴子 奴子賺 6、7毫子 不錯 但現在又是 剛剛去到畫面上 看到兩條線的阻力位置 就是50天和100天線 100天線就是15元 50天就是15.1 剛剛好 現在就是15元至15.1 之間 就夾住了在這裏 這個股價 那就是你可以 有貨的話 等一等先 等一等先 如果他真的可以突破到 50天線 15.1的話 可以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來看的話 我自己看 他可能有機會 升回到16元 都有個機會 所以你就等一等 那我預期短線來計 未必 除非有特別好的消息 如果不是的話 都很難破到這個阻力位置 或者需要在15元這些位置 先整顧一下 它由低位到13.5元 升到15元 都升了10% 就會在15元這些位置先整顧一下 如果你首都的話 繼續拿著 有突破的話 你就看著16元 如果未來那幾天的話 遲遲都突破不到15.1 這些位置的話 亦都適宜賺多錢先 嗯 最近他也有一個緩慢向上的上升軌出現了 就可以繼續拿著先 看看高一點 賺多一點 另外 就是PC Hunter 早上好像很久沒見你 另外 有隻12號 有位朋友都問了 就是Lidia 他就問 12號行地可否上到48元 48元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就未計算 你48元的目標 是在說 先前未除剩之前的那些價錢 因為除了剩之後 4月份的高位 其實是42元 而這42元的價錢 亦都是 沒有看錯 應該是歷史高位 應該是 歷史高位 我想其實他收了息 對 收了息 沒錯 一定是收了息 就當是48元 就等於派完息之後的45.2 這些位置 45.2 這些位置 有沒有機會升上這些位置 現在來計算的話 43元 只不過是欠2元 不可以說沒有機會 還有走勢來看的話 都挺帥的 尤其是今天來看的話 升到2%的話 已經上回去 即是50天線的位置 50天線現在是42.5元 他現在在做43.2元 你可以等一等 這幾天 沒有什麼壞消息的話 他有個機會 升上去45元 即是說你買入 即是你當時的 或者你48元買的話 你的目標價其實是45元左右 有機會去到 嗯 好 說起四叔的行地 是呢 我有想起三號 今天三號 在升上差不多百分之一 逆市升的 怎麼說它呢 你說市差不喝維他奶 不買沙沙化妝品也算 你不能夠 不用煤氣 它還在8月開始 加煤氣價 加超過4% 今天的股價就是升上了 其實它除息之後 曾經有一個短暫的下行趨勢 現在是否有機會 一來它又加價 二來就是 創新高 很容易 對 它其實也很容易創新高 很容易的 只差兩號指 我懷疑是不算那個除息之後 它應該破了頂 不過Anyway 我們現在計算了除息 計算了除息 也有機會破頂 那是否應該 你知道接下來有減息有性 可以的 那就是調整過了 大家一定都有繼續市場上的資金 去買這隻股票 所以有機會再創新高 上了18元的話 機會是有的 也都是慢慢升 每天升1% 0.2% 升一升 累積的話 有一定的升幅 沒錯 可以試試 繼續買這隻股票 可以考慮 除了3號之外 這位朋友問到66號 其實66號當然很強 一直貼著高位 也不是下很多 不是 今早又破頂 最高 不是1.95元 不是1.95元 即是平了 平了 港鐵這位朋友 現在就問 是否適合上車 都高 其實有些挺超買的 其實就是 但是也可以這樣說 到這一隻來看的話 多盡乘地鐵 你可以這樣說 巴士封住了路 巴士走不了 唯有坐地鐵 這次的事件來看 對於地鐵的幫助相當大 所以就預期 兩天 他票沒有收 誰知道兩天 你計算之前的那些 是嗎 你是說假的 這件事 有這麼多天 露面度不暢通的話 你不坐地鐵 你坐什麼 但是超過365天 沒錯 但是那幾天的收入 我相信會增加到幾多 竟然是 你是可以解釋這些消息 這件事是說真的 否則你告訴我 為何會突然死成這樣 就是不明白 就是這個原因 哦 那都未反映嗎 都升了幾元 你怎知道日後會怎樣 還有的 大把這些 陸續有來 我也不知道你缺定值 陸續有來的 這些風露 這些情況 有排 所以說起來看 是有原因的 炒上去 哦 好 繼續 繼續升 你買了的話 可以拿著 這些是絕對的好故事 好 這個是地鐵 港鐵 另外除了港鐵之外 有位朋友 345我們說了 再看一會 這麼多人問房手股 有位朋友問2號 上個星期有刑警 今天靠穩一點 都未補回我 其實我都幫你問了 刑警其實不關我實際的經營情況 是一個商譽減值 現在跌下來了 如果沒有什麼好買的 可以追回中電嗎 都是不好 兩個最大因素 它在澳洲那邊 這次相遇減值撥備那方面 相當之高 未來來看的話 在澳洲那邊的發展那方面 亦都不理想 雖然不是說很大的業務 在澳洲 但是有關於在澳洲相關的業務公司 來看的話 都或者會受到影響 澳洲大家都知道經濟差 澳元那方面 一直都示意到十年的低位 再加上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又是這麼差 所以令到澳洲那方面的發展 來看的話 會受到影響 不是說短暫就可以完結的 所以這隻股票去看的話 你說要再前路 我就覺得阻力是相當大的 阻力重重的 高一點的話 都是去到九十元 已經又見到一個更加大的阻力 暫時 經營環境負面的因素比較多 不建議買住 明白 不建議買這隻是意好住的 剛才我們討論過一隻八百三 另外一位朋友問一隻三百六 三百六其實早前非常弱勢 破了幾年以來的低位 現在看看 他就問現在這個價位可不可以買入 有甚麼原因買 不是油價升它便會升 如果真的看油價升的話 你便要買八百三 不是三百六 所以為甚麼股價這麼弱 一直都是弱勢 現在星期五高位之後 開始有些回落的跡象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等一等它下去 埋近五個二的這些位置才會考慮 五個二就是十天和二十天線的位置 等等先 明白 二百八 他從同一時間問 除了三百六之外 就問二百八 他就問7.7是有貨的 現在還有微利 又賺一毛錢 怎麽好呢 先沽了先 我不預期真的 中國和美國有任何協議可以搭不成 炒完之後 到時又再炒一些是負面的 都有機會再跌下去 還有它已經再失手了 它五十天線 7.91已經是 所以還有微利的話 先沽一沽它 好了 你覺得中美達不成協議 對萬洲就是負面 如果倒轉 對175 吉利會不會是正面呢 這位朋友就問 什麽位置可以賣吉利 今早就好 逆市正在升上差不多百分之二 沒有原因可以賣吉利 現在有些炒作 升上十天、二十天線之後 連續四天都站穩 但你再看高一點的話 這幅圖多好 三條線黏到 真的黏到幾乎 這個講解 五十天線、一百天線 之前黏到賣一賣 這個位置是14元左右 現在13.36 你駁6號的話 就去賣 好 因為上面有很大的阻力 在前面 未必會這麼快突破到 另外Fionne就問 河北建設1727 1727有沒有研究 挺好的 挺好的 是嗎 河北的建設 真是河北建設 河北區來看的話 大家知道 是北京屬地各個省 從河北來看的話 也有很多真理的建設 先前有鴻安相關的概念 那方面的建設 來看的話 也是真的大的 所以股價表現 其實挺英俊的 挺好的 雖然我沒有真的參觀過 曾經是有些考察團去的 我沒有去到 真是不知道 它在裏面那邊那個 即是它那個生產那方面 或者運營那方面 到底是怎樣 但是地理位置那方面 是相當之是有一定的概念在 所以股價都做得挺好的 高位來看的話 7.62 現在6.56 亦都是緩佈 一直在升 後市看的話 也不怕有機會 再升到7元 樓上的位置 我會找朋友 又是問 維他很多人問 我聽聽奶 是呀 因為很多人都中了伏 是呀 我覺得跌下來的刀 暫時不要接住 剛才阿蓮先生 聽神都說過很多次 如果想再重複 阿蓮先生 剛才聽多次 有關維他奶的分析 看回我們的錄影 好嗎 不再重複了 另外 拼其問7.88 現在現價買 還是再等一等 7.88 會不會已經走完橫行 唉 挺英俊 跌下去之後 亦都宣佈了 關於5G發牌之後 回一回之後 這幾天又是強勢的 資金又是進入了 這隻股票道 走勢相當不錯 你是想著現價買再等一等 但你都可以現在試試買 或者2.1 有個機會可以試試買 再看上去2.2 2.3這些位置 短線都可以繼續看好 當然 下個升一回來之後 會不會急跌下來 不知道 因為這個峰會 星期六才會結束 結束之後 到底大家笑著嘴 一起走 拍著肩膊走 還是不歡而散 就不知道 所以星期一很大風險 如果你短炒的話 一個星期之內 它都有個機會 升上去2.2這些位置 中國鐵塔少數是Kingson 即是覺得是未買到後的股份 即是大家要聰明 另外一隻Pinky 不是一隻Pinky 這位Pinky 再問2.168 對 2.168 2.168 今天都可以 貼著高位 我覺得最近一些二三線的 譬如奧元 佳兆業 表現都是不錯的 今天再升了2% 內房股這隻可以嗎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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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剛才你看到碧桂園 碧桂園 碧桂園也升得那麼厲害 它也有少許的炒作 也升到上去歷史高位的上星期 今天來看 都是維持著高位 上星期很多大行都發了報告 唱好物業管理相關的股份 佳兆業物業也有相當多的物業 所以看來就有一個挺好的表現 但是如果真的由我自己來計算的話 你要是這麼多物業相關的股份來計算的話 我寧願你 或者是亞生戶都升到幾多下 每次都破頂了 是的 其他那些剛才已經破頂了 碧桂園已經不斷升高了 剛才那隻佳兆業物業的位置 也都是上星期去過新高 亞生戶來看的話 它的高位是3月份的 除原息之後是13.45元 它們現在的高位還未到 你不如馬這隻 即是駁它最落後 駁它創新租 沒錯它落後 剛才我提到 有幾隻股票已經不斷創新高 有幾隻股票都未到高位 這隻是其中一隻 你可以不妨試一下 這隻的潛力會更大 好 答案Kennick的問題 她問一隻6030 可不可以買 我發現很多人都未買貨 想買東西 看到市場跌不下 就想買 市場跌下去的時候 大家又哭著 都是想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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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3戶其實沒有什麼貨 那些大戶 會不會真的做一些動作出來 吸引3戶入貨 之後到時它又再派貨 現在我覺得好像有點像 大家沒有貨的話 都很想入貨 會不會中了大戶的圈套 大家拭目以待 以中信證券來看 中國最大的 或者是最大的 證券公司 跟內地的股市有息息相關 但內地的股市來看 不覺得會再過1萬億的成家 現在只是說6千億左右 我不預期相關的 證券商股份會出現突破 這些券商股份 很多時也跟內地的指數有關 指數方面看過 暫時也未見到明顯的突破 所以這隻股票的阻力 其實都會在100天線 16.8這些位置 黃金股 剛才我們提到那隻2840 我朋友問一隻山刀黃金 這隻也問得不錯 這隻是半生股票的 不錯的 1787 上個星期都有推介這隻 黃金還可以繼續升 可以試一下這隻 高位是22元 現在還未到 我推介了目標價22至23元 這隻可以試一下買的 一切八切可區 有問題是除淨 我先看看 除淨嗎 除淨的日期 除息日是7月3日 原來每10股送4股 有紅股 他就問除淨價是甚麼 其實就應該減回 他現在10除4 10股除4 這個要算一算 要算一算 要算一算 21元除淨是甚麼價位 其實就是 那天就會知道 除淨那天開市的價 就是除淨的價 如果不算10送4紅股 派息一毫子 派息一毫子 起碼當你現在是21.2元 除淨後便是21.1元 變成 再計算10送4紅股 真的要算一算 10送4也挺多 因為40% 沒錯 所以要算一算 譬如我們平時計算的10送1 現在是10送4 所以真的要算一算 現在暫時不能回答 但這隻山東黃金 Kingson是喜歡的 不過會否好等它 7月3日除息後才買呢 嘩 你可以說 因為它很碎 說實話 都可以嘗試一下 再等一等 不需要現在這些位置 特地為了 因為到時就會有碎股 是啊 250股一 250股一搜 好看死 是啊 為甚麼這麼古怪 是啊 即是十送4的話 你便會變成 你便會變成 250股之後 你便會多了 100股 嗯 又變成稅股 是很麻煩 因為250股才是一股 是嗎 250股才是一搜 是一搜 那就麻煩一點 那你便等不等它除完剩後 那一早才可考慮呢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好嗎 鐵塔回答了 不如問一下659 好了 Horris問可以上升到多少 659 我們其實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是啊 最近開始有些上升 上升了 穩定了之後 不再跌了 慢慢有一個兜底 但也未見到有一個上升的 明顯的趨勢 那你便 用來修息的話 現在先看看 這隻的修息 現在都相當高 我相信是四里八島 四里八島 那你都可以繼續用來修息 那炒作就不好了 那就是沒有太大的動力 做為一個炒作 嗯 再多加上它 就是Andy Lee 7801倍的PE 是不是太貴 那這個101倍的PE 是說的是歷史的PE 如果計算中期的業績之後 那個PE其實已經降低了 所以它未來的盈利 有增長的空間在這裏 就隨時的PE那方面 就會減少 預計的PE現在是60倍多 哦 即是它已經回復合理一些 比以前合理 你六十幾倍 是否真的很合理呢 可能又比較同行才能夠 沒有同行 沒有同行 即是內地就沒有 即是沒有 在外國才有 好,謝謝堅持 今天上次的分析 我見外面快下雨了 所以快點放來學 好嗎 謝謝你 明天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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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